车挪一下 知道了没 我这比28万知道吗 大家好我是大树 那在我发布沈阳摆摊大爷 大板砖怒拍城管队长视频以后呢 还是有很多大陆网友 代表中方对我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觉得我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无脑黑 所以呢 为了表达我爱国的诚心 我们就先来更新一下 沈阳大爷事件的后续更进 目前呢警方啊 正在根据大爷的情节严重程度啊 在进行判定和索赔等工作 但是由于墙内视频媒体平台呢 对该事件的封杀啊 也就使得舆论和事件的责任判定 变得对老大爷非常的不利啊 现在是已经进去了 在看守所呢 他现在伤害肯定是够了 但是呢 现在所有的官方媒体现在啊 就是有利大爷的那些东西 现在不让发了 就是说大娘被拽倒这个事 现在已经被官方媒体宣布成说 都是自己绊倒的 然后呢 还有好多官方媒体不发 大娘先被城管拉倒这个事 然后呢 就是说像我们这种 直接发完整视频这种 全被下架了 现在舆论已经开始 悄然的向着官方倒向了 所以呢 老大娘呢 不得不在地摊上 求其他摊主 一起呢 签名 以还原真实的案件经过 从而减轻官方 对老大爷的判罚和赔偿 我必须给你签 这么多人签了啊 我跟你说绝对支持啊 我跟你说 请愿数 这么多片 不过啊 值得庆幸的是啊 这一板砖 也给了其他商贩啊 带来了革命后的春天 老爷这一板砖拍出来的结果 就是两边都要摆了啊 也没人管了 也没人问了 就原来的地方 可以摆的地方 现在又都可以摆的 一月两千多块钱 你拼什么命呢 基本上沈阳各个区的东湾 我都安排过 他每个地方的工资待遇 他不一样 和平呢 是上一天休一天 有五钱一金 是国企合同 我省着的是能开个 两千左右块钱 沈北新区 正常是早八晚五双修 它是没有一金的 扣完五险 是两千四百块钱 工资最高的 还有要求最高的 是的 是混南 也是同样的国企合同 但是要求什么 必须得是退路边 那么扣完五险一金 要是能开到三千 是的啊 就两千多的工资 城管要不卖命的话 他只能有额外的收入呢 如果城管队长 要是牺牲的话 这一板砖 还能让城管队长 成为劣劣 家属呢 也可以申请劣势的待遇 还能得到一笔不错的收入 不过呢 人在江湖飘 哪有不挨刀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足的呢 你们这土匪啊 哪有严性的 什么东西往车 往那我能卖多钱 给你发奖金啊 沈北为什么不行 就想我们这把玩 他能好吗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一个类似 我爸是李刚 我儿是市长的 这么一个事件 话说福建小区的一个女业主 开车回家进小区时 不料呢 被一个黑色轿车挡在了大门口 于是女业主呢 就让对方挪车 但对方呢 却突然怒吃到 我这表28万你知道吗 车挪一下 对啊我挪车 那你特别好好想好不好 这么大一条道 你管不进来吗 要不我帮你开 看一下一看 怎么进来 你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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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因为我开着车车 我跟着我开着 我跟着你讲 随便拿一部车出来 这车他逼好多少 随便拿一部车出来 随便拿来车都逼好 行不行 你把别人的车到炸了 你还要在这里 还要管我 能不能开进去 我能不能开着进去 关你什么事 是你态度的问题 知道吗 我说这么大一条路 你开不进去 对啊 那这需要你来关心 我能不能开着进去吗 你先把你违规 停的车先挪卡 看到没 我这表28万知道吗 跟我转什么 查一下 因为有些公司 股权万 我是我爸公司股权了 你去查一下 他在表28万 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有很多网友 看完这个事件以后 就吐槽说 这个小伙离开他爸 应该啥都不是 是的 不过我则更多的认为 就是因为有他爸 才有了这样丢人的孩子 养不教 父之过 对不对 而且拿钱 拿背景去羞辱他人 这本身就是 自卑的表现 另外评论区 还有人吐槽说 评论区的 不要再为这个家伙辩护了 不是说比亚迪 没好车 但是开比亚迪的人 戴28万的手表 就离谱了 好吧 要不是这个网友说 这个小伙开的是比亚迪 那么真的就不怕大家笑话 我真的没有听说过 什么是比亚迪 后来呢 我上网查了一下 才知道这个是国货 那所以呢 我也想问问各位 有多少人听说过 比亚迪这台车 那么目前呢 这个事件啊 在国外这边呢 还没有被发酵啊 所以啊 对这个炫富的小伙啊 他就没有更多的相关资讯了啊 那因此呢 我们也不知道 这小伙口中说的 他爸的这个云威公司 到底是世界几百强的公司 但是啊 我觉得吧 某些国人真的不要轻易把自己弄得跟土豪似的啊 因为这样的人呢 不仅让别人瞧不起 他更加拉低中国有钱人的整体段位 好了 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 不传谣 不信谣 不造谣 一段掐头去尾的视频 造成的严重后果 你是要负责任的 因为他后面他开走了 我也就没有报警了 也不想这个事情扩大吧 只是觉得这个人的表现太夸张 到底是这个人的表现太夸张 还是你这个女人嘴太欠 目前这个男的好像已经报警了 准备起诉这个女的 原因就是这个女的发送的视频 掐头去尾 侵犯人权 完整的视频 女的没有发出来 但是在网上可以找到其他线索 车挪一下 不要我挪车 那你太不好想好不好 那你干什么 很明显 这名女子肯定是说了不该说的话 现在还要反过来 倒打一耙 装作弱势群体 完整的视频已经被这个女的删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女的 让比亚迪车主挪车 还说比亚迪就是个破车 谁知道比亚迪车主的朋友 兄弟很有钱 被他听到了 然后他这个兄弟就过来 秀肌肉 秀房产 秀钥匙 我觉得他这个兄弟做得很好啊 做得很对啊 够意思 你这个女的不是说自己很有钱吗 看不起人家看的比亚迪吗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比你有钱的多的是 奇怪的是啊 这个替炫富小伙 洗白的人呢 也没有在现场 而他找来的所谓的更多线索 竟然也是不在场的网友的推论 而且他果断的就下结论了 说女子在造谣 如此心机否册 大家觉得谁在说谎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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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